像上镜头拍照啊什么都会更漂亮 这个粉布真的好好好 好难用 今天难不成要找到新的消肿王者了吗 我没想到我擦这种 梅子色调的腮红色会这么好看 然后这个颜色就是非常适合大众 这个温柔的MLBB组合真的还蛮 Hello大家好 我是Mindy 之前我有拍试用你们的年度最爱 就大家的反应都很好 然后我有用到我真的很喜欢 觉得很好用的商品 所以我在想 我还可以试用谁的年度最爱呢 我就想到了 韩国的明星彩妆师 所以今天呢我就准备了 三位韩国明星彩妆师的爱用品 要来跟大家分享 各位我听了你们的意见 去染了橘棕色的头发 虽然没有到很明显 但是其实比之前橘蛮多的 然后我知道大家之前 一直有在讲那个镜头对焦的声音 所以现在是有别麦克风的 但这个麦克风我真的研究了很久 然后我也不知道它的效果会怎么样 然后等一下可能用到一半会没电吗 希望这个可以改善那个镜头对焦的声音 那我先来上个护唇膏 这个不是年度爱用 只是我最近买到 然后觉得很喜欢的 这个是YouTuber Riza贝自己的品牌2.4 然后他们最近出了护唇膏 是这个紫黑色的 就是延续他们那个唇蜜笔 有点黑黑的这种 很特别的颜色就出了 这个护唇膏 这还蛮好用的 质地很厚 好那首先第一个产品呢 是Bobbi Brown的维他命乳霜 这个是Blackpink彩妆师 MAN老师的爱用品 那MAN老师呢 他是觉得这个 Bobbi Brown的维他命乳霜啊 很适合在保养的最后一步上 因为他说有一些乳霜 可能会太厚重 上妆之后很容易跟粉底结块 不贴妆 这个呢他既可以取代妆前乳 又可以让妆更服贴 然后吸收的也很快 可以控制油水平衡 这个也是我好几年的年度最爱吧 身为肝肌 真的是不能没有 Bobbi Brown的维他命乳霜 那我自己用下来的感觉就是跟MAN老师说的还蛮像的 就他虽然是比较滋润的乳霜啊 但是他吸收的很快 比起他给肌肤那种保湿湿润的感觉 他更多的是这种滋润滋养的效果 我冬天去韩国的时候 那时候天气随便都是零下好几度 那时候我就是靠着这个Bobbi Brown的维他命乳霜 度过我在韩国的寒冬的 接下来这个呢 也是MAN老师的爱用 是Wake Make的银盖粉底 然后这个同时也是Happy Room老师的年度爱用 MAN老师是说他觉得这个银盖的粉底啊 他在有遮瑕力的同时就可以很贴合皮肤 然后Happy Room老师觉得 这个银盖的粉底啊 他的遮瑕度很适中 然后又是比较偏雾面的妆感 整体的色号呢都比较偏白 根据我去化妆室的经验 他们真的都喜欢把女生的皮肤画得比较白 像上镜头拍照啊什么都会更漂亮 那我用的这个色号是21号 Wake Make的粉底液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整体的色调都比较偏象牙偏黄 所以即使他颜色比较偏白啊 上脸也会比较自然一点 我好像不应该先上粉底好 那我就快速讲一下这个 Happy Room老师的年度爱用粉铺 这个是我在淘宝买的 他的品牌叫做益色 我初步用下来觉得这个粉铺真的好好好 好难用 就他比起我很喜欢的这个毛疾疾的粉铺啊 不知道为什么 他上出来的底妆就是特别干 就是特别容易脱妆 然后这两个摸起来的柔软度也差很多 这个毛疾疾整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松软 益色其实也没有到不松软啊 但就是用起来就觉得整个皮肤很干的感觉 然后我后来又再去看了一下 Happy Room老师的年度爱用影片 他说他喜欢把这个粉铺沾湿 好我真的很怕这个粉底干在我脸上 所以我先边拍然后再边继续讲 但是呢他有提到说 这个益色这个品牌啊 有问他说为什么要把粉铺沾湿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本来应该要湿用的粉铺 他就是管他的 他觉得他也是很喜欢湿用 所以我今天呢也有把它沾湿 感觉沾湿之后上出来的妆 就没有这么的干的感觉了 难怪他会那么喜欢这个粉铺 因为他都湿用 对了现在在镜头上看可能不太明显 但是如果你们有看我影片看一阵子的人 应该就知道我的鼻子啊 常常就是会红红的 然后我前几天终于终于去看了皮肤科 因为我一直不知道我鼻子会红红的原因 结果我看了那个皮肤科呢 跟我说你这个是酒糟 依珊说的一些引起酒糟 或是让酒糟更严重的刺激的因子 我都没有 像酒糟的话是喝酒 然后遇到热吃辣的时候 酒糟会变严重 但我都不是 我的酒糟的状况一直都很稳定 反而是我生理期来的时候 我的鼻子泛红才会很明显的变严重 我一举之后再去看看其他的皮肤科吧 看看其他的皮肤科怎么说 那虽然两个化妆师他们都觉得 这个Wake Make的粉底液是比较偏雾面的 甚至Black Pink的彩妆师说 他觉得这是一个适合油肌的粉底液 然后我是一个 现在算是超级大干肌 我现在皮肤真的超级干 可是我觉得根据我之前用过的经验 我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 真的真的很雾面或是很干的粉底液 尤其是搭配了我刚刚前面的 那个Bobbi Brown的维他命乳霜 还有我把液色的胡萝卜粉铺沾湿之后用 现在我的脸看起来是还蛮有光泽的 现实生活中看应该是比较偏微雾光 也没有到很严重的卡粉 就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啦 但是也不是什么我用过最好用的粉底 他没有到真的很修饰皮肤纹理或说很甜毛孔 就是一个蛮中规中矩的粉底液 接下来呢 是Mac的三个单色眼影 这个是Mac老师 他有把它组成一个自组盘 那推荐的颜色分别是这个 Wedge Cork 还有Cockette 还有Cockete 这个颜色 但是因为那个颜色我没有买到 就只有这三个颜色而已 他说他这样把它组成一个自组盘之后啊 既可以拿来画鼻影 又可以拿来画眼影打底 那我就先来用Wedge 这个颜色来画鼻影 其实我很久以前有拿他来画鼻影过 可是后来就改用其他的产品了 然后我现在看觉得这个颜色 还蛮偏红的 比我平常习惯用的颜色来说 他虽然是欧美系的眼影 但他不是那种传统欧美眼影 非常非常显色的类型 可是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这种 非常适度的显色度 让他既可以拿来当鼻影 又可以拿来当作像韩系这种 比较清淡妆的眼影打底色 那我也用Wedge这个颜色来勾勒一下 卧蝉 那颜色对我现在的喜好来说 是真的有点太红了 我会希望现在的鼻影颜色再更偏绿一点 感觉会更自然 再来呢他有提到说他会用这几个颜色来画眉毛 那像KORK他其实是比较带红带黄的颜色 然后像COKETT他是比较带亚麻的颜色 所以我可以想象这两个一暖一冷啊 你就可以适配各式各样发色的眉毛 然后Wedge这个颜色就比较浅 就可以跟这几个颜色混着用 那因为我现在头发还蛮橘的 然后我喜欢我的眉毛画的非常非常的淡 我之前用这两个颜色 KORK跟COKETT 都觉得他们的颜色对我的眉毛 喜好来说有点太深了 所以呢我今天应该主要就用Wedge这个颜色 来帮我的眉毛打个底 我应该要再去买瓢粉 把我的眉毛颜色瓢淡一点 虽然有时候拍照都觉得我的眉毛颜色太重了 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 另外这个颜色我也非常喜欢 这个是SOBA 他跟这个Wedge比起来啊 他的颜色就比较带黄带绿 所以如果你只是一般的中发 或者说你染了头发 但是头发的颜色已经退到有点黄黄的 SOBA这个颜色 就非常适合拿来当成是眉粉的颜色 虽然呢 你们这样看可能会发现他有一些亮片 可是很神奇的是 他上在眉毛上啊 不会有很明显的亮粉的感觉 而且我很喜欢他这个颜色 你这样子轻轻的 把他整个铺在眉毛上 你的眉毛颜色就会变得很柔和 很自然 然后色调也是这种 非常温暖日常的茶色 涂过一遍之后 刚刚颜色比较深的地方看起来就柔和很多了 好刚去补了一点眉笔还有染眉膏 有时候我会忘记用这个MAC的单色眼影 画出来这个眉毛的感觉有多像 那种雾绒绒的眉粉感 今天再用了一次 又非常喜欢又爱不释手 又要把它拿出来用了 好那接下来眼影呢 除了有刚刚MAN老师推荐的这个MAC的单色眼影之外呢 他还有另外推荐这个ROMAN的实色眼影盘 这个色号是04号 因为我自己这阵子啊 更喜欢画的是那种适合拍那种 比较时尚风格的照片的眼妆 就不会在眼影上面画太多 可能真的很橘或是真的很红 真的很粉红的眼妆 我更多时候想要画的是那种干净 俐落自然的妆容 那其中ROMAN这个眼影盘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达到 像我刚刚那种妆容需求的眼影盘 那MAN老师有提到说 他平常比较常用的是右边这四个颜色 他说他如果想要画烟熏妆的时候 就会用到右边这四个颜色 那如果想要看起来更自然更日常一点 他就会用左边的这四个颜色 那他还有特别提到说 他很常用这个右下角的颜色 我看他这颜色都已经用到铁皮了 他说这个颜色他会在 有时候你用棕色化可能光一打 或是说在舞台上 在相机里面看眼影不是这么显色 他就会再加入一点点这个 他几乎是棕黑色了 这一盘呢就是可以打造出那种 很干净淡练的眼妆 那除此之外呢 他有提到MAC的QUIRK这个颜色 有时候如果用这种灰掉的眼影啊 可能也是在镜头上看起来会不显色 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加入这种 带有一点点红掉的眼影 可以让眼妆看起来更干净之外 也更显色 然后也可以消除眼睛浮肿的感觉 讲到这个消除眼睛浮肿啊 就让我不得不想起 Bobbi Brown的Taupe这个颜色 这颜色真的是我的毕生之爱 我只要出国我一定一定会带的 就是Taupe这个颜色 我发现它们两个长得很相似欸 首先这两个颜色的显色都超级好 Bobbi Brown的Taupe上在手上会更偏黄一点 然后MAC的QUIRK会更偏红掉一点 但其实乍看之下这两个颜色没有差很多吧 有时候我用Taupe会用到有一点腻 今天难不成要找到新的消肿王者了吗 好那我今天就focus在这几个颜色好了 因为我现在头发真的是还蛮橘的 如果我画的太灰的话 怕灰看起来非常的奇怪 这个Romane的眼影盘啊 我是在Coupon上面买的 超级便宜的欸 我觉得这一盘好像才四五百块而已 这个颜色单用就蛮显色蛮有感觉的欸 那我就用这个颜色稍微的叠加一下 我来试试看它说的 如果用这种比较灰调的眼影 然后看起来不显色 再加一点点这个QUIRK颜色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看起来不显色吗 其实看起来是蛮显色的 但是我们再叠叠看这个QUIRK 诶好像真的很消肿欸 整个眼睛看起来就有神了起来 那我上这个颜色再下眼影 虽然不知道有谁会觉得这个资讯有用 但是呢根据我拍照的经验啊 摄影师都比较习惯把照片调的很暖 如果要拍照的时候 我通常都不会把眼妆画的太橘 甚至是我会画一些比较偏灰偏粉的颜色 这样当它把照片调的橘一点的时候呢 那个颜色才会是中性 或是说才会是我想要的颜色 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BLACKPINK的彩妆师 会这么喜欢用这个比较偏灰调的眼影盘 就这个如果整个在往橘色那边拉的话 感觉就会是一个蛮干净中性的颜色 我刚去把我的眼线跟睫毛给完成了 那我来沾这个颜色 稍微的渊染一下眼线 然后沾一点这个颜色 填补一下我的这个眼尾三角处 回去沾CORK加深一下下眼影 最后再沾一点点这个颜色 尽量把鱼粉都上在盖子上 我加深一下这个眼尾 然后连接到这个下眼尾的地方 最后呢再沾一点这个颜色 加强一下下眼影 还有一点点这个眼头的地方 好那这样子眼妆就差不多完成了 接下来睫毛膏呢 我要用到的是 这个是MAN老师的爱用 DIOR的DIOR SHOW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超级超级好用的 因为我觉得USON他们家的睫毛啊 都比较是那一种 张得比较开 睫毛的根部比较宽 就是他的睫毛会是每一根 这样子宽 然后收到窄的那一种睫毛类型 就会更时髦更利落一点 我觉得这个睫毛膏就是很好 达到那种效果的睫毛膏 那MAN老师也说 他很喜欢这个DIOR的睫毛膏 因为他的卷翘效果很好 而且因为像IDOL他们跳舞啊 可能容易遇到下雨流汗 有一些睫毛膏用的可能会流那种黑色的眼泪 但是这支DIOR的睫毛膏 他的抗水抗汗 然后持久力很好 大家不要看他的刷头这么大 看起来很可怕 其实上出来的妆效我觉得是 干净 但是又非常有效果 很有树感的 那这个睫毛膏我会贴着睫毛根部刷 因为我不想要让这个末端沾到太多的膏体 然后我觉得这个睫毛膏他一打开啊 他的湿润程度就刚刚好 再用镊子稍微捏一下 睫毛的根部 然后把这个尾端整理一下 然后我的麦克风就没电了 总之接下来腮红呢 这个是Happy Room老师推荐的 Dinto腮红 色号是501 他说这个腮红是要用到铁皮的 然后他说只要你的肤色不是太深 然后喜欢画那种很华丽的妆容 不然大部分的人擦这个颜色都会很好看 他还说他有两个囤货 那一开始呢我是先买了502号色 后来才去买501 502号是一个比较偏橘的颜色 501比较偏粉 那这个Dinto腮红他的粉压的也比较松 就是我用刷子这样刷过的时候啊 边缘都会有一些白白的腮红粉 他是完全雾面没有任何珠光的腮红 但上在我脸上的容肤度还蛮好的 然后我很喜欢他这个颜色不会太膨胀 也不会太收缩 所以感觉适用的人群也非常广 然后的颜色也不会太偏紫 这颜色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应该会被我当成我的日常腮红 另外一个腮红呢 也是Happy Rim老师超级超级喜欢的 这个是HOLICA HOLICA的 My Faith Infusing腮红 他是推荐这款腮红的全部色号 然后还说如果你是彩妆师啊 你一定会很开心拥有这个腮红的全部色号 那我挑了两个我比较有兴趣的颜色买 比较偏紫的这个是02号 比较偏橘的是04号 那这个腮红我有带去美国用了 大家不要看他在盘里面看 感觉颜色很浅 其实上脸的显色度是还蛮刚好的 然后我觉得他的粉质 有一点点像是NARS的小白饼 可是他上在手上其实是还蛮显色的 但是呢他又非常非常好暈染开来 暈开来之后就很像是皮肤透出来的血色感 另外我也很喜欢这款腮红 他用起来很不容易失手 我带去美国用的时候 有时候很早起 可能化妆都还没睡醒 我就用这个腮红这样随便撸一撸 随便挥一挥 一看镜子发现 诶我的腮红是一个刚刚好的浓淡度 这个腮红真的还蛮喜欢的 之后我应该会再去多买几个颜色 最后一个腮红呢 是Hemming老师的秋冬最爱 这个是香奈儿的腮红色号是798 这个腮红都味得好香好香喔 那给你们近看一下 这盘腮红它是梅子色跟杏色混合在一起 那Hemming老师说他很喜欢这款腮红是因为 它是一个很棒的收缩色 Hemming老师自己的颧骨还蛮高的 他就会把它上在颧骨比较高的地方 这样子就可以修正脸型 那因为我的脸真的是还蛮凹的 所以我就清沾 然后上在我的面中的地方 然后再慢慢慢慢把它渊染开来 我很喜欢这个梅子色在我脸上的效果 我可以想象在秋冬擦这个颜色会非常的有氛围感 然后色调也很特别 虽然我觉得这款腮红的收缩效果有点强 但是它的颜色色调真的调的很好看 很时髦很高级 然后我花一点时间把它渊染开来之后 这个梅子色调在我脸上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没想到我擦这种梅子色调的腮红色会这么好看 因为通常看到这么深的腮红 我都会自动掠过 但这个腮红还蛮让我惊讶的 接下来唇彩呢 首先第一个是Happy Room老师推荐的 这个是Chanel的白管口红色号是930 那Happy Room老师推荐这个唇膏的原因呢 所以他觉得这个质地非常的中等 它是比较偏护唇膏的质地 但显色度会比一般的护唇膏再更好 然后大家不要看它的膏体颜色看起来很深 你们看它涂在手上啊 边缘都会有一个很自然的渐层感 那另外Happy Room老师也有提到说 他很喜欢这款唇膏 是他即使不化妆的时候擦这个也会很好看 那这个颜色如果薄擦的话 真的是很适合淡妆或是素颜的时候擦 但是如果你想要再叠加增加一点见层感深邃度的话呢 它也是可以再把颜色叠加上去的 然后见层感就超级超级漂亮 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大家都会喜欢的那种 红掉的豆沙色很不挑肤色 这支唇膏真的蛮漂亮的 是我买到我觉得非常值得的Chanel口红 再来是Hemi老师推荐的两个口红叠擦组合 首先第一个是3CE的Like Gentle 再搭配Etude Fixing Tint 色号是05号 3CE的就是唇釉啊 质地有点像是雾面唇泥 但是奶霜感会再更重一点 然后这个颜色就是非常适合大众 适合日常的MLBB色 Hemi老师说如果中间再叠擦一个 这种不沾杯的唇釉啊持久度会更好 这两个颜色光是试在手上就已经觉得很好看了 那我就先来上这个3CE的Like Gentle Hemi老师说这个可以搭配唇刷啊 把唇线给渊染开来 就有点像是打底的感觉 这颜色单擦就已经非常好看了 再来中间叠擦Etude的唇釉 其实这两个颜色试在手上 大家就可以发现它的色调没有差到很多 但是如果只是单擦3CE的唇釉的话 有时候会觉得嘴唇看起来有点平 那中间如果可以再叠擦另外一种质地的唇釉的话 看起来整个唇装会更有层次感 而且这个唇采组合啊基本上也是不沾杯的 所以它的持久度应该也会蛮好的 这个温柔的MLBB组合真的还蛮漂亮 我还蛮喜欢的 大家也可以去买来叠擦看看 再来这个组合也是Hemi老师推荐的 他说这个是暖掉日杂榛果组合 那他会先用这个Into You的唇泥色号是EM05号色 这个颜色其实我之前就已经非常非常爱用了 我也很常拿它来当打底色 Hemi老师说他会跟这个DASIC的果酱唇蜜叠擦 首先第一个是11号色 再来呢是这个12号色 这个组合光是擦在手上我就已经感觉对了 擦在嘴巴上一定是会好看的吧 那我先用Into You的唇泥打底 这颜色也是单擦就很好看了 那Hemi老师也有提到说 上面如果在叠擦唇蜜的话 比较容易破坏底下的唇泥 所以在上的时候一定要用手指轻拍 这样就不会破坏底下的底色 好那这个是Into You的EM05 搭配DASIC的11号色在我嘴巴上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组合很棒的是 它既可以拥有唇泥颜色的饱和感 又可以增加唇蜜的光泽 那我也来叠擦这个12号色在嘴唇内侧 中间加了一点无花果色的唇蜜 整体唇妆颜色上就看起来更有层次了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用 韩国彩妆室最爱完成的妆容 最后呢我也来总结几个 我今天用了觉得比较惊艳的产品 因为其实今天用到的东西我都还蛮喜欢的 然后很多也是我之前的爱用品 首先第一个呢是Mac的眼影Cord 它真的跟我喜欢的Bobbi Brown眼影 Taupe颜色好像 可是我知道Bobbi Brown的这个颜色 已经绝版了不太好买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找类似的颜色的话 我觉得Cork这个颜色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我今天用在眼睛上觉得 它的让眼睛深邃的效果真的好好喔 再来这个Dior的睫毛膏我也非常非常喜欢 只要用完它我的假睫毛 就会变成很漂亮的树状感 再来是Roman的这个实色眼影盘 假设你也有拍照的需求 然后你想要换那种比较时髦俐落的眼妆的话 我觉得这盘眼影对你来说也会非常的实用 再来腮红的话呢 我很喜欢Holika Holika的腮红 还有Chanel的798号色腮红 口红的话呢我自己最惊艳最喜欢的是Chanel的白管口红930 这个质地真的非常的特别 而且我觉得试用的人群很广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影片内容 这次拍片呢试了不一样的打光方式 还有麦克风的收音方式 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或是意见的话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按赞 按这里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